各位同学好 继续学习金融资产 上节课是谈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一部分 我们下面看例题 A公司于2015年3月5日 从证券市场上购入B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200万股 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每股支付价款4块钱 含义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0.5 令支付相关费用是2万元 2015年3月10日 A公司收到上述股利 2015年12月31日 B公司股票每股收盘价是3.6 2016年5月10号 A公司将上述股票全部对外出售 收到款项800万元从证银行 要求第一个 计算A公司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时的入荡价值 那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看看 取得时的入荡价值200万股 每股支付价款4块钱 但4块钱里面含有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现金股利0.5 那这得扣掉 支付的相关交易费用2万要把它给加上 所以第一项 就应该是200乘以4减0.5 实际支付款项中含的股利要扣除吗 再加上2万块钱的交易费用702 这是一项 第二问 计算A公司出售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 确认的投资收益 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算出售时的投资收益 最简单的计算方式 出售净价跟最开始的成本进行比较 这块出售时收到的款项800万 如果说要承担交易费用1万 那你应该是把1万要扣掉的 出售净价 和最开始的成本比较 我们最开始的成本已经算出来了 就是702 因此出售时的投资收益就800减去一个702 98万 那就第二个 第三 计算A公司从取得至出售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累积确认的投资收益 也谈到要是累积确认投资收益 最简单的一种计算方式是现金流入减现金流出 这是最好的 我们看一看现金流入 现金流入的两块 一个是说持有期间收到的股利 反正你流入了吗 原来是每一股0.5 200乘以0.5 有这么多股利 然后接下来的 卖掉的净价800 现金流出吗 200乘以4 再加上支付相关费用2万 可以啊 所以这个现金流入 简直现金流出98万 那当然我们另外一种方式 你可以说从取得到出售 一块一块来看 一个说 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翻牌的股利 我们得到部分算投资收益 另外一个就出售时 但这个题目大家会看到 持有期间不存在着 他宣告股利我们收到的 我们收到的这份股利 是原来支付款项中所含的 所以它肯定不是属于投资收益的问题 这就这个题目 我计算的 从取得到出售累积的 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现金流入前 现金流出最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教材的例题 2017年1月1日 甲保险公司支付价款 1028.244元 购入某公司发行的三年期公司债券 该公司债券的票面总金额为1000元 票面年利率4% 实际年利率3% 利息按利息每年末支付 本金到期支付 甲保险公司将该公司债券 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7年12月31日 该债券的市场价格 为1000.094 假定无交易费用 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甲保险公司的账目处理如相 第一个 2017年1月1日购入债券 借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反映面值是1000 那贷方银行存款1028.244 因为这里说了 支付的价款就是1028.244 差额反映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利息调整里面 28.244 第二个 2017年12月31日 收到债券利息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 我们算利息的时候 要用期出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期出贪余成本1028.244 乘以实际利率3% 那等于30.85 我们要算年末贪余成本10 就是期出贪余成本1028.244 加上具体利息 期出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要具体利息 加上30.85 我们要减去应该收到的利息 收到利息呢 应该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1000乘以40% 所以这样形成期末贪余成本1019.094 借方借应收利息40 应该收到的面值乘以票面利率1000乘以40% 贪余投资收益30.85 差额是原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的一个贪销数 差额贪了9.15 那实际收到的时候 借方借记银行存款40 贪余收利息40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什么事情呢 要看一看 年末的贪余成本数1019.094 然后告诉 207年底的市场价格1000.09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你会看到 公允价值是1000.094 而贪余成本1019.094 不是一个概念 前面跟大家说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它的贪余成本跟账面价值两回事 账面价值期末是按公允价值计量 而贪余成本不是公允 那这里要说贪余成本多少 1019.094 然后你要调到 公允价值多少 1000.094 因此还要做一笔分路 正常供允价值变动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19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供允价值变动19 做这样一笔分路 2013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2022年6月2号 贾公司自二级市场购入以公司股票1000万股 支付价款8000万元 令支付余金等费用16万 假公司将购入 上述以公司股票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22年12月31日 以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每股是10块钱 2023年8月20日 假公司以每股10亿元的价格将所持以公司股票全部出售 在支付余金等费用33万元后 实际取得价款10967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出售以公司股票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那只是问出售时确认的投资收益 也跟大家说过要算出售时投资收益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出售净价跟最开始的成本进行比较 出售净价已经告诉了10967吗 你不要用总价啊 出售净价 那总价是1000万股乘以10啊 那净价还要什么呀 要把佣金手续费给扣掉了才可以的 然后就跟最开始的成本比 最开始成本支付价款8000万令支付 佣金等费用16万吗 要把它加上 所以最后就形成出售时投资收益 出售净价10967 出售成本8000加16 两者的差2951 这都是白送分售的题目 我们像这样的题目 你最好不要通过再做分路的方式 售价与账面价值差 然后再把账面价值跟最开始成本的 其他送售收益再转过来 太浪费时间了 那接下来就把前面所谈到的内容 做一个小节 我们有四类金融资产 第一类跟第四类是供允价值计量 第二类跟第三类是贪于成本计量 这是先要明确 第二类持有制导机投资和第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充分类 但它也不是准则鼓励的 这个必须明确 不鼓励充分类 所以像第二类 原来作为持有制导机投资了 把其中一部分出售 一般出售时都认为比例较大 要将剩下的持有制导机投资 转换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并且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 在当年以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不能再出现持有制导机投资的金额报表上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初始计量 都是供允价值 那如果说债权投资 实际支付的款项中 由已到复兴器上面领取利息 都是应收利息 股票投资 实际支付的款项中 有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现金鼓励 都是应收鼓励 这都是确定的 然后不同的 关于交易费资 第一类 既投资收益 剩下的既成本 再说后续计量 第一类供允价值 供允价值变动 既到供允价值变动损 这是影响净利润 第四类也是供允价值计量 正常供允价值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 但是供允价值下降幅度大的时候 不是其他综合收益 单说 这是后面会谈的 第二类第三类都是贪于成本计量 重点讲到持有制造机投资 然后今天教材说 贷款应收款项 比照持有制造机投资处理 本身我们贷款部分考试 以前也没考过 那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多选题 关于金融资产的计量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当按照取得时的 供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 作为初始确认机构 这不对啊 交易性金融资产 发生的交易费用是 既投资收益的 B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应当按取得该金融资产的 供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 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这个没问题 相关交易费用四类 只有第一类不进成本 剩下的都要进 再看一下C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应当按照取得时的 供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这不行 D 持有制造计投资在持有期间 应当按照贪于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 确认的利息收入 计入投资收益 这个没问题 它就是贪于成本计量 算利息收入时 期出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闭合地正确 下面我们看第五节 金融资产减值 在这一节里面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那第二个问题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确认计量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前面谈到四类金融资产 第一类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类金融资产 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并且公允价值变动 已经影响损益了 寄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里去了 所以他们又简直的问题 资产负债表上 已经反映公允了 利润表上也影响损益了 还减什么值 所以他没有 第四类金融资产 虽然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但是正常公允价值变动 没有影响损益 只是资产负债表上 这项资产反映公允了 因为它正常公允价值变动 及其他综合收益 没有影响损益 我们这样来想 如果说当时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付出的对价是一千万 那现在它的供引价值是二百万了 你再不影响损益 不影响净利润 不影响美股收益 合适吗 那肯定不合适啊 一千万都到二百万了 那要碰到个人 如果说钱有好多是借的 有抵押借的 弄不好都跳下去了 那还不减值 还不计损益 美股收益还不受影响 不合适 所以要清楚 不是说按照供引价值计量 就没有提简直的问题 当资产按照供引价值计量 如果是供引价值变动影响损益的 没有简直的事情了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 期末要是采用供引价值计量 供引价值变动 即到当期损益 供引价值变动损益 这样呢 投资性房地产 按供引价值计量 也没有提简直准备的事情了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都OK了 没事了 但是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就不同 因为它正常的波动 寄到其他综合收益 你要下降幅度在大的时候 不往损益里寄不行 所以得提简直 我们会看到呢 当然第二类第三类嘛 持有这套期投资贷款 应收款项 肯定要考虑提简直的事了 因为本身 它是贪于成本计量的 接下来就是刚刚谈到的 要是以供引价值计量 供引价值变动 即损益的 不用提简直 然后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虽然供引价值计量 但是正常供引价值变动 没有影响损益 所以它有提简直的事情 下面一个问题 是金融资产发生 简直的主要客观证据 我们金融资产里面 有的是属于股权性的投资 权益性投资 有的是债权性投资 债权性投资 买的债券 那你看什么呀 看一下债务人 是否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如果债务人 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困难了 那你这一部分的债券 本金利息 可能就收不回来了 那就简直呗 全性投资 买的是股票 那你得看一看 它的供引价值 是不是发生严重的 或者非暂时性的下跌 主要关注这些内容 那什么样的是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那你可以自己看看书 我就不一条一条说了 那一般考试时 让你选择客观证据 你围绕这两点 就行 基本上肯定能让我们判断出来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大的问题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前面也谈到了四类金融资产 第一类没有减值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要说的第二类 第三类还有第四类 第二类持有之道及投资 第三类贷款和应收款项 都是按照贪余成本来进行计量的 这两项的简直理论上 应该是跟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去比较 但是像应收款项 实物之中比较多的 还是应用帐龄分析法 并不算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不是不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其实帐龄分析 在一顿的成功上 我觉得要比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感觉要好一点 为什么好一点 比如把应收账款 划分成一年以内的 会账比例多少 一到两年多少 两到三年多少 三年以上多少 挺好的吗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是什么概念 我算算应收账款有多少 哪一年哪一年 会回来多少 理论上挺好 把他折现 算限值 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考试是他说什么按照什么做就行 像帐龄分析法不是说考试就不考 有数也考 那只是一个理论上的 现在我们要说持有之到期投资 贷款和应收款项简直不简直 账面价值跟什么去比 跟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那当然也有可能直接告诉你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也有可能给定未来现金流 给折现率让你自己进行计算 都有可能 如果说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要是比持有之到期投资贷款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低了 那就要提减值 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去 这是提减值准备 下面减值准备是否可以转回 它的减值呢是可以转回的 有客观证据表明原来 它的价值已经恢复了 提减值价值恢复了 减值准备可以转 转的时候记住当期损益 因此不是说所有的资产的减值都不能转 在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那些资产 减值一经计题持有期间不得往回转 那我们有的减值可以往回转的 哪些可转哪些不能转 在资产减值里面会给大家做一个小节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是跟供允价值去进行比较 因为它有供允价值 供允价值比账面价值低了 那当然要求不是说第一点就是算减值 要看企业的政策 最近几年考试是往往都说 说这公司的政策 如果供允价值已经比原来取得时的成本 要是低50%或者以上的时候算减值 那就说没有低50%可以不算 就看题目怎么说 发生减值的时候要把原来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寄到其他综合收益的要给它转出来 转完往哪寄 往资产减值损失里寄 也就是说原来根本就没有影响到损益 现在你真正要是算减值影响损益的了 原来没寄的那些东西要出来 都寄到损益里面去资产简直损失 下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 也是可以往回转 转回时呢要分债务工具还是权益工具 两个不一样的 一个说是债务工具 还有一个是权益工具 比如说买的债券 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那就是债务工具 买股票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就是权益工具 债务工具往回转的时候 那就是充减资产减值损失 提准备时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你转的时候充资产减值损失就行了 基本是这样的 或者说转回是寄当期损益 但是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 买的股票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简直可以转 但是说不得通过损益转回 简直往回转时是供允价值上升了 上升呢 我们应该把它记录 其他综合收益 供允价值上升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 那为什么这样呢 股票投资 它的供允价值波动很大 你也会看到有的公司那个股票 动不动跌停了 一下算简直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一忽悠悠来个几个涨停 如果在股票投资这边不限制 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光达证券出过乌龙纸 叫什么这个事件 就是在一天 上午收盘之前 把好多股票给拉涨停了 下午一开盘之后 没事了 全都回去了 有一个人买股票 他原来股票老不动他 那结果呢 在拉值钱卖了 卖了等到快中午 他说发现什么了 他这只股票也涨停了 还有别的呢 类似的股票也都涨停了 他就不知道这世界发生什么了 下午一开盘 就是上午到结束之前买回来了 下午又跌回去了 比原来跌的还惨 可郁闷了 我说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股票的供应价值波动很大 如果说提完减值 以后价值一上升 充资产减值损失 这可能对利润的影响波动会很大 所以对于股票投资 你转可以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但转回是寄其他层合收益 不要去通过损益转回 那债券投资不是了 债券真正要发生减值 一定是债权发生严重财务困难了 那不可能说到年底了 发生严重财务困难了 过完点马上就好了变样了 这种情况不会的 没有大的一些波动 没有大的波动 你体检值时 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你真正有上升回来 当然就充资产减值损失正常的情况 所以这两者不同 我们考试的时候 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 简直往回转这一块经常出题 很重要的一块内容 具体看会计分录这一块 第一个 持有之到期投资 贷款和应收款项减值损失的计量 当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比账面价值低了 那就发生减值 要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去 我们书上涉及的资产除地研锁的这资产 剩下的资产提减值都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 报表上单独有这个项目 那贷方呢 持有之到期投资 简直准备 是什么资产 你可以说这项资产的准备 持有之到期投资 简直准备 如果是贷款 贷款损失准备 贷款呢 应该不算太重要 要是应收款项提坏账 贷方就带坏账准备 这是发生减值 那第二个 减值测试方式 如果单向金融资产金额比较大 那要单独减值测试 如果说 比例不大 可以进行组合 信用风险特征相似的一些组合里面 进行减值测试 单向减值测试 发生减值了 结束 然后要注意的 单向测试 要是没有减值的话 还要把它进入到组合里面测试 就是一个组合 以进行减值单向测试 不用在那天测试 在干什么呀 正常已经处理完了 你要是单向没有减值 再进入到组合里面 信用风险 特征相似的组合里面进行减值测试 这是要注意的这么一个问题 持有之道际投资 贷款和应收款项 它的减值可以往回转 提减值时 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转回时可以充减资产减值损失 所以会计分路呢 借持有之道际投资 减值准备 贷款损失准备 坏仗准备 然后贷资产减值损失 有这么一个概念 要知道一下 你往回转时 转回后的账面价值 不应当超过 假定不具体减值准备情况下 该金融资产再转回日的贪余成本 就别超它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到2015年12月31号 这项持有之道际投资 没有提减值的情况下 算出的贪余成本1000万 即使到2015年12月31号 说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1100万 无效到1000万为止 别超过它 历史成本计量的要求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比你按照历史成本持续计算的数字 可以低 就正常的 但是不能高 你要是没有提减值准备吗 那就正常计算了 说算到15年底的贪余成本1000万 你可以比1000万低 就是不能比1000万高 所以这就这句话的意思 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应当超过 假定不具体减值准备情况下 该金融资产在转回着的贪余成本 接下来看一个单选题 长江公司2016年2月20日 销售商品应收大海公司的一笔应收账款 2400万元 2016年6月30日 计题会上准备300万 2016年12月31日 该笔应收账款的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为1700万 2016年12月31日 该笔应收账款应计题的 会上准备金额是多少 我们会看到 16年底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告诉的是1700万 而这笔应收账款的余额数 是2400万 16年底 报表上劣势的 报表上是按账面价值来反映 对于资产 要反映的是1700 那这样大家就会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余额期末数呢 是2400了 这是期末的余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啊 你提的时候呢 要反映到坏账准备里面去 坏账准备贷方的余额 应该是个什么概念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比他的余额低多少 坏账准备贷方的余额 就应该是多少 所以贷方的余额是多少呢 1700比2400低700 贷方的余额就应该是700 我们报表上来劣势时 是应收账款余额减去坏账准备的 2400减700呀 这样来进行劣势 1700呀 反映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了 余额数是700 那你再看16年6月30号的时候 提了坏账准备300 说原来已经有300了 你说我们本期在提多少呢 16年底的时候 应该提多少 那肯定是400呗 300加上400才等于700呀 这就是计题数 所以我们一般的要说提多少坏账准备 在某一个期间 你先看看余额是多少 然后坏账准备 计题准备之前有多少余额 已经有300了 我们期末余额是700 再提400 那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怎么算 你看到16年底 16年6月30号的时候提了300的准备 提300的账面价值呢 在16年6月30号就变成2100了 然后你16年底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1700又下降了400 你说再提400 也可以为关系都行 最后坏账准备提取数 1400 第四个问题 外币金融资产发生减值 相对来说并不太重要 你比如说我们要持有某一个国家的国债 比如说美元吧 那有段时间我们持有美国国债很多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损失的 那你要说美元 减值了你持有的外币 怎么办怎么处理 我们知道一下它的顺序 是什么币种 先算算这个币种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因为我们说 持有日到期投资贷款应收款项啊 简直不简直是跟未来现金流量限制去比 所以呢 你先要算算 外币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有一点要注意的 是什么币种算它的限制的时候 一定用这个币种的折限率 比如说美元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那折限率必须选择美元折限率 你人民币的选人民币的 因此说 外币未来每期现金流量乘以外币折限率 那先把外币未来现金流量限制就算出来了 然后再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计期汇率 把它折算成记账本位币反应的限制 记账本位币 就是会计核算里面统一采用的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有的公司 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港币 那你如何反映这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成果 你可以一个币种 一个币种反应 比如是大的银行 那叫分账制 那不是银行的话 我们要用一个统一的币种来反应 比如说用人民币反应 那这个人民币就叫记账本位币 比如说发生应收美国某公司的账款200万美元 你2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要记录 然后200万美元按照一定的汇率 把它折算成人民币也要反应 比如说乘以6.5折算成多少人民币 那就叫记账本位币 原则上我们用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的 更详细的内容在外币折算的一章会说明 这就是说 把外币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乘以资产负债表日的一天 比如资产负债表日 这一天2015年12月31号 汇率呢 6.4 那你就是外币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乘以6.4就行了 那接下来算简直损失 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账面价值 然后跟记账本位币反映的限制 限制要比它低了 当然就提简直 确认简直损失 大致这么一个程序知道就行 好 接下来看一下教材的例2-6 这个题目就是有五种情况 让我们来判断 是不是发生减值 GHI银行一年前向客户A 发放了一笔三年期贷款 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 且属金额重大者 那金额重大的可以单向减值测试吗 若今年由于外部新技术冲击 客户A的产品市场销路不畅 存在严重财务困难 故不能按期及时偿还 GHI银行的贷款本金合利息 为此 客户A提出与GHI银行调整贷款条款 以便顺利度过财务难关 GHI银行同意客户A提出的要求 以下是五种可供选择的贷款条款调整方案 第一个 客户A在贷款原到期日后五年内 偿还贷款的全部本金 但不包括按原条款应计的利息 那你说这件事情要不要提减值准备 原到期日五年后偿还贷款全部本金 那利息还不还了 肯定减值啊 你这个能不减值吗 按理来讲你要都推迟了 本金利息都还的话也不行 那么还有一个资金时间价值的问题 再看第二个 在原到期日 客户以偿还贷款的全部本金 但不包括按原条款应计的利息 那也不行啊 肯定也是发生减值啊 因为你不可能说正常的收到吗 第三 在原到期日 客户A偿还贷款的全部本金 以及以低于原贷款应计的利息 那比原利息偿还的少 也得算简直 第四 客户A在原到期日后五年内 偿还贷款的全部本金 以及原贷款期间应计的利息 但贷款展期期间 不支付任何利息 那也不行啊 你展期期间没有利息 那也是算一些简直 第五 客户A在原到期日后五年内 偿还贷款的全部本金 原贷款期间和展期期间应计的利息 这是全还的 所以那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就本金利息都正常的还 然后说 在上述五种可供选择贷款调款调整方案下 哪一种 在期年末确认简直损失 也说过了 那一跟四 那你都应该要确认简直损失的 方案五 其实不需要再确认了 展期期间也是有利息的 因为我们实际利率的说的是选择最开始的利率 所以你最终折完的限值 跟他的账面价值没有什么差别 就跟那个点上的 是相等的 所以方案五 我们不需要确认和计量贷款的简直损失出 这个不需要 你想实际利率是最开始的 你未来的本金说延长了 但是展期期间的利率还是算的 算你把它折到最开始是相等的 这个题目就是判断 哪个简直 哪个不简直 说的是这个问题 这节课 介绍的主要内容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部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正常公允价值变动 寄到 其他综合收益 然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了 要把其他综合收益呢 要转到投资收益 这要清楚 然后就是关于金融资产的减值 金融资产减值 四类金融资产有一类 第一类没有减值的问题 剩下那三类都有减值的事情 之后就谈到 每一项减值 怎么来判断跟什么比 你像贷款营收款项 与未来现金流量限值去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去比 之后就谈到减值 可不可以往回转 可以 对于持有制造计投资 贷款营收款项 减值往回转的时候 充资产减值损失 但是转回后的 账面价值不应该超过 不计替减值准备情况下的 参与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 说也可以往回转 但分债务工具权益工具 债务工具转回时 充资产减值损失 权益工具转回时 要记住其他总额收益 这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